之前才闹得沸沸扬扬 阿帕契首发团即将在明天前往六东标里参观 新闻表示说呢 这一回一共有65团提出的申请 那么明天是有7团成型 算一算前后加下200多人 但是呢 这陆军就说 这次开放参观 营区会先用红线画出隔离区 民众只能够在停机平关上 是不能够进入机舱里面的 就是这张照片 李倩荣跟阿帕契直升机合影惹出争议不断 Bit光部跳出来说大家都可以参观 只要事先申请 首发团就在17号成型 已经很好了 对 开放的已经很棒了 去了解申请人数还不少 有65团提出申请 首发团共计有7团200多人 前往601旅参观 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 还有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 采取团进团出的方式 而且营区会先用红线画出隔离区 也就是民众只能在户外停机坪 观赏拍照 不能够进入机舱 眼前这样规定 民众网友都麻烦 看看网络留言 有人说不能进入机舱拍照 真的无言 还有人说 为什么要有隔离区 李倩荣都不用 果真红线代表权贵跟平民 都跨不过 在此请国军们 接受我最深的歉意 深深一鞠躬 深深一鞠躬 李倩荣跟国军道歉 不过这损伤的国军形象 恐怕不是一时半刻 所能弥补 记者王小华 桃圆报道 believed 你都不想再次带 那等一下 遍 你来来来来来来 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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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